2005年,陈建斌放弃同居五年的女友吴岳,连夜从两人的共同爱潮中搬出,转头奖紧紧怀抱。 2000年,电影《菊花茶》筹备拍摄,当所有演员都已经定角,唯独欠缺女主还没找到合适的角色。 就在导演和陈建斌苦恼之际,李亚鹏便跟陈建斌说道,吴岳出身名门,自带大家闺秀气质。 当吴岳前来试镜当天,陈建斌就被他独特的气质所吸引。 可当时的吴岳对陈建斌并不感冒,随着合作,吴岳发现陈建斌身上颇有文采,此时,陈建斌也对吴岳采取疯狂的追求。 每当收工之际,陈建斌都会借用剧组的车带吴岳外出吃饭,用餐完毕再将吴岳送回剧组休息。 其实吴岳也明白陈建斌对自己有意思,两人一直暧昧不清,直到有一天,陈建斌趁着出游采取了阴谋论。 那一天,两人骑着自行车出行,陈建斌突然拉住手杀,吴岳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,整个身体直接靠在陈建斌的身上,此时的两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。 陈建斌觉得此时非常合适宜,跟吴岳说道,自从我第一眼看到你,就被你身上的气质所吸引。 随着陈建斌情话输出,两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了,自然而然就同居了,可此时的陈建斌还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四大爷。 而吴岳早已靠和平年代燃烧的欲望等经典影片跻身一线演员行列。 吴岳为了让男友的事业更上一层楼,时常拜托各路亲朋好友,帮忙留意一下有什么好的剧本。 每次只要看到好的剧本,吴岳都会找到导演祈求,希望给陈建斌找到一个角色。 不仅如此,回到家后,还要劝说陈建斌出演。 在吴岳的帮助下,陈建斌的事业开始逐渐好转。 2005年,吴岳再次为陈建斌拿到一个高质量的剧本《乔家大院》。 刚开始陈建斌并不想出演该角色,还是在吴岳的强烈推荐下才出演的。 他怎么也想不到,自己该行为,直接将心爱的男人送出去。 在该部剧中,陈建斌遇到水灵的蒋琴琴,刚开始两人互相看不惯对方,甚至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伴嘴。 可随着两人的伴嘴,陈建斌发现自己已经爱上蒋琴琴。 为了追求心中所爱,他依然决然选择和吴岳分手,但他知道这些年吴岳对自己的付出,不敢当面分手。 特意挑选吴岳不在家的时候,收拾好行李,并留下一封分手信,让这段五年感情戛然而止。 可辛苦追到手的女神,陈建斌也不见得有多爱护。 冒着生命危险为陈建斌生二胎的蒋琴琴,欲晚期不仅要做饭还要忍受她的臭脾气。 在这段16年的婚姻中,蒋琴琴得到了什么? 此时怀孕八个月的蒋琴琴和陈建斌参加一档之人秀。 节目中,大富翩翩的蒋琴琴不仅要照顾居英陈建斌,可面对老婆的辛苦劳作,陈建斌并没有夸赞蒋琴的厨艺好。 反而说自己会选饭点,才能吃得如此津津有味。 随着行动越来越不方便,蒋琴琴对陈建斌说道,往后厨房大全就转移到她的手上。 可面对这一责任,陈建斌第一反应就是用面包蘸酱打发蒋琴琴。 就算如此,蒋琴琴也表示只要陈建斌愿意做就好,不管吃什么都行。 之后陈建斌补充一句,生活不应该只有做饭。 可想而知,陈建斌到底有多抗拒做饭。 到超市买菜时,陈建斌拒绝所有需要开火的食材。 最后,购物车除了水果就是能生吃的东西,看过该节目的人都知道,蒋琴琴产检时被一声告知血糖偏高,众所周知,水果中所含有的糖分不低。 不仅如此,大富翩翩的蒋琴琴一个人打扫卫生,陈建斌则躺着看电视。 当蒋琴琴说自己肚子实在太大,不方便蹲下来打扫卫生,可面对这种情况。 陈建斌直接说道, 你不用做,没有人让你做啊。 甚至还带着怨气擦拭厨房调料瓶。 之后更是发表四大业理论,很多人不明白,长得好看又漂亮的蒋琴琴,到底看中陈建斌哪一点。 众所周知,陈建斌文学素养非常高,而蒋琴琴最喜欢的就是听陈建斌为自己饮食做妇,甚至表示非常吃这一套。 陈建斌是钢铁直男,而蒋琴琴也非常喜欢做妖。 不管怎么样,最后道歉的人总会是陈建斌,他知道蒋琴琴只是一种情绪宣泄,一种情感表达而已。 只要他把情绪宣泄出来,所有事情都会过去,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非常懂对方,才能携手走过16年。 如果孙丽没有看到陈建斌一期采访节目,可能《甄嬛传》无法顺利完成拍摄。 孙丽在采访中透露,陈建斌第一次见他的时候,就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,让孙丽觉得非常无语。 两人第一场对手戏结束后,陈建斌直接灵魂质问道,你为什么要这么演? 该话一出直接将孙丽问蒙,还没等孙丽反应过来。 陈建斌一脸严肃说道, 如果你以后对我有什么想法,你要直接告诉我。 就是你对演戏有什么想法,你要直接告诉我。 你千万别当面跟我讲说好好好,然后背后说我耍大牌啊,不好合作,我不喜欢这样的演员。 可想到两人接下来有70多集的对手戏,孙丽瞬间感觉合作不下去,找到经纪人说。 怎么合作呀,我说我应该怎么办? 开工没有回头见,孙丽只好硬着头皮演下去,等以为接下来对戏会非常辛苦,可偶然之间看到早年间陈建斌和蒋晴景上节目的视频,其中最让孙丽产生共鸣的,就是陈建斌非常喜欢修改戏份和自以为是交别人演戏。 看到该节目后,孙丽直言与陈建斌演对手戏毫无压力。 我心想,合作那么不好都能做老婆了,我一定可以。 不仅如此,陈建斌还吐槽过蒋新扮相显老,气得蒋新回对,因为是要配你才化得那么老的。 当时剧组嘎位最大的就是蔡绍芬,可陈建斌直言认不出他竟是大话西游中的小甜甜,也正因为他的口无遮拦。 陈建斌和剧组的妃子们并不合群,大家出去聚餐都不会叫上他。 试言锦细姑姑的孙希曾爆料,当时陈建斌很喜欢一款游戏,但是大家嫌弃他水平太低,都不带他玩。 你能想象宁愿让怀孕八个月媳妇做饭做家务,自己也要躺着等吃的陈建斌。 从小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吗? 当年他本想打算报考北京体育学院,可考试成绩并不理想。 再加上暑假期间他曾到小剧组当过场务,也正是因为这一经历让他开始萌生当演员的想法,也正是这一机缘巧合之下,开始涉足娱乐圈。 可处女作并没有让他大火,只能投身于话剧行业。 那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演技,也正因为他的较真,才有了让人难忘的经典角色曹操和四大爷,真应了那句,有心灾花花不开,无心灾溜溜成音。